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场上比分是4比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比6 我们可以看到王南和常晨晨的这个台内短球 包括白短和上手都非常突出 很突然 7比1 8比1 1比8 10比2 10比2 10比3 4比10 4比10 这样王南和常晨晨在第一局里边就以11比4取得了胜利 1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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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第三局打成了一比 发球的冯亚兰 切发球王楠 一比二 二比二 三比二 切发球了 二比四 现在武汉队和辽宁队呢 实在进行第三场的双打 在前两场呢 双方是各胜一场 发球王二比四 第一场是郭月 战胜了武阳 第二场呢 是武汉的冯亚兰 三比四 战胜了常晨晨 这场球呢是在零比二落后的情况下 三比二反败为胜 双方在第三场呢 现在双打王楠 和常晨晨是二比零领先 现在进行第三局 三比四 表演发球 五比三 五比四 五比四 四比六 五比六 现在弗亚兰发球 王楠几发球 五比六 漂亮 六比六 现在把比赛追成了平局 六比六 六比七 现在常晨比分六比七 八比六 现在姚燕和冯亚兰 以八比六领先 表演发球 常晨晨击发球 八比七 发球失误 八比七 漂亮 姚燕突然挑一个大脚 上打比赛呢 很重要就是控制前三板 控制发球接发球 所以如果你发球控制的好 短球控制的好 对方就很难上手 一旦上手 八比九 防守呢 要比单打的防守要困难 现在常晨比分 是八比九 长晨晨发球 冯亚兰接发球 十比八 刚才王南那板搓球呢 非常刁钻 直接切到了底线 但是常晨晨一个机会 反守在下压的时候出界了 十比八 哎呦 擦边了 十比九 十比九 冯亚兰发球 王南接发球 包了 这样冯亚兰和姚燕 就以十一比九 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现在他们以一比二落后 稍后来看第四局 各位观众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四局的比赛 这是辽宁队和武汉队 在争夺 2007年全国锦标赛团体的冠军 目前双方的大分是一比 现在进行的是第三场的争夺 在第三场比赛中呢 目前 辽宁队的常晨晨和王南 是二比一暂时领先 这是第四局 现在姚燕发球 王南接发球 大家看王南这个接发球 短球的处理上啊 他很有独到的地方 就出手比较 出手比较突然 方向感不太好找 三比零 在第一局和第二局 王南和常晨晨都是 一上来都是三比零领线 四比零 刚才呢是辽宁队的主教练古震江 翻阳来发球 常晨接发球 阳岸接发球 测身以后直接抢拉 出界了 0比5 我们可以看到王南和常晨晨的这个短球 特别是王南的短球处理 非常到位 现在 杨宁队呢要求暂停 双打比赛呢 主要是默契 当然两个人的单打水平的高 也非常重要 但是他的配合呢 就更加重要 因为一个人打一个球 刚才可以看到像姚燕和冯亚兰 由于姚燕呢是上海 冯亚兰 他们刚刚组到了这个武汉队 所以这样他们的配合呢 还不是很默契 但是王南和常晨晨两个人呢 已经配过很长时间 所以他相对来讲啊 比较默契 特别是在短球上的配合 现在常晨比分6比0 常晨晨发球 姚燕接发球 7比0 漂亮 现在常晨比分是0比8 杨燕发球 王南接发球 漂亮 王南这个接发球呢 就是有一个虚晃的动作 0比9 9比1 像打到这个比分呢 基本大局一定 现在王南发球 转的 小 连续攻 这样王南和常晨晨就以10比1 暂时领先 漂亮 2比10 10比2 2比10 常晨晨接发球 调打 这样王南和常晨晨就以11比2 取得了第4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3比1战胜了冯亚兰和姚燕 为辽宁队 夺得了第二分 向目前辽宁队大分是2比1 暂时领先 嗯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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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